而且使不使叫贝衍來推我的利人 贝衍來蝶,3百多數度的凳,叫什麼叫 什麼叫 十二百出一家續星的那種,就叫attitude Yeah,attitude 欸,先生,你在訪問的時候你有說,風格是什麼 風格就是,根本不用在乎風格 天啊,你這句話出來,前面明星有多尷尬 前面明星有很多廢話嗎 不是廢話就是每個人都有講很多自己對風格的定義 因為我個人就是不太乎風格啊 所以剛剛就覺得我很有風格了 對 因為妳每次中格都不一樣 其實我一定也在太乎風格欸 妳想怎樣就怎樣 對啊 妳對 今天也是 而且妳知道像我們這種腿是專門練出來的 可是一般世俗的人可能會想說 欸 妳這邊不會肌肉太發達 我跟妳講我這個腿落到好萊塢的話一定是美腿第一名 可是我怕一般世俗的人不在乎 你們懂嗎 我懂 妳幫我請下腿好不好 來 請下 對 我這個線條啦 對 妳就這樣這樣子 我怕是妳是拍那個不懂 然後我拍那個來來來來來 來 我要這樣子這樣子 展示一下這個腿 OK 從上到現在的 這個是 這個是深蹲練出來的 所以前面沒有這個的人都是沒在運動 沒有沒有 妳一定要這樣拚出一個時尚的心高度 對 今天領到全能天后獎來跟大家講一下妳的心情 我想這就是最大獎吧 對 妳又是壓軸 對啊 所以我覺得就是 應該是實至名歸 實至名歸 所以待會兒我們還有很多媒體朋友要來訪問一下關於全能天后的事情 對 好了 妳可以請 好 愛妳喔 好 愛妳喔 辛苦喔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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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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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L風格大小 還馬上開始 我們就很見囉 蛤 今天剛好是紅毯的壓軸 所以知道衣服是拼了對不對 對 嗯 其實我這個人就是不用隨便刻意的拼 但是每次衣服一穿上來就整個人就是氣場十足 然後我有稍微觀察一下其他名氣就想說 欸 他們好像有點過度放鬆了 就是 就想說喔 就是還蠻正常的 然後我今天也沒有說我一定要贏 可是就是沒想到就不小心又變成是 就是可能明天版面會很大吧 那今天S姐咽牙唇幫有付出全部的力氣嗎 還是其實就稍稍打扮 其實 他們就是讓我 其實就是那個L選了大概四套衣服讓我穿 然後我就選了這一套 因為我覺得我最近運動運得還蠻勤的 就是腿的肌肉線條很漂亮 可是我很怕真的一般亞洲人的世俗眼光 不太懂那種你知道嗎 前面肌肉隆極的美感 可是我個人是非常喜歡 那你今天那衣服尺度蠻大的 有跟老公穿過嗎 沒有欸 這尺度還 只要不露點的話 我老公應該都不會怎麼樣 那一姐姐有帶老公嗎 今天自己怎麼沒有想說要帶老公 因為不幸的是就是我姐和她老公 得了醉趣風格夫妻檔獎 而我跟我老公並沒有得到這個獎 然後我老公就有問我說 Baby今天有誰啊 我說喔 那個我姐和曉飛還沒有得這個獎 她說喔 就有點失落 她說那你覺得我要不要也去 然後穿一個緊身的T恤 讓大家知道我現在肌肉鏈很大 我說可是因為畢竟你沒有受邀 可是我感覺她好像有點 她一直問我說小飛今天穿什麼 她今天身上配件好像就是 首飾什麼都蠻多重點 你自己最喜歡哪一個 或是覺得要被拍到的地方 我覺得全身欸 然後我覺得耳環跟那個戒指很美 可是你們現在也拍不到啊 耳環很美 重點是臉吧 臉很美就好了 好 那今天那個大S讓那個小飛幫她挑衣服 那你會讓你老公幫你挑衣服嗎 我絕對不會讓我老公幫我挑衣服 因為我老公的衣服 我看到都是會倒抽一口冷氣 就是呼呼 就是我們兩個的嗜好非常的不相同 但是妳有在網路上說要退去演藝圈 因為要瘦很累 嚇死好多網友 可是我那天真的是好想好想要吃 因為我實在太喜歡吃辣的 然後又為了今天這個典禮 然後妳就必須要瘦身 然後妳就覺得說 很想吃豬血糕跟麻辣鍋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當明星要這麼累啊 可是我想說等下典禮一結束 我就要立刻約我姐去吃麻辣鍋 謝謝 謝謝 耶 開心喔 耶